韓國瑜2020到底該不該選總統 現在已經是高雄人 非常難做抉擇的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而今天剛好蘋果日報 做了一個總統選舉的民調 這個民調當中 做了很多不同組合的配對 如果是韓國瑜 柯文哲跟蔡英文 因為現在蔡英文已經在CNN宣布 他要競選連任了 韓國瑜 柯文哲跟蔡英文 三個人一起選的話 韓國瑜是遙遙領先 柯文哲跟蔡英文 韓國瑜得到的是35.1%的支持度 柯文哲是第二 28.6% 蔡英文是22% 這個格局怎麼看起來 有一點像蔡英文的支持度 有一點像被棄保 到最後可能還拿不到22% 大家想到的是姚文哲 另外如果沒有韓國瑜 國民黨派出的是朱立倫的話 朱立倫 柯文哲 蔡英文 一起競選的話 柯文哲勝32.4% 不過朱立倫跟他相差也不是太大 31.8% 蔡英文還是第三名 23.6% 如果柯文哲不參選的話 只有韓國瑜跟蔡英文的話 當然韓國瑜居然還可以拿到過半的支持 52.5% 蔡英文只有33% 如果柯文哲不選是朱立倫跟蔡英文選的話 朱立倫是50.2% 蔡英文也只有33.6% 所以柯文哲選不選 好像是會牽動韓國瑜選不選的一個非常重要而關鍵的因素 因為如果柯文哲不選的話 韓國瑜對蔡英文也是大勝 朱立倫對蔡英文也是大勝 當然國民黨可能還會有其他的候選人 其他的候選人跟蔡英文的對比 能不能夠贏 這可能是國民黨提名的另外一個關鍵 看起來除非柯文哲選 韓國瑜才會有非常積極被推下去 選的一個可能性是不是 我們先回到剛剛現場連線的人 好像大部分是雖然有不捨 但是不反對韓國瑜去選總統 跟今天ET Today的民調好像有落差 因為ET Today是4比5 贊成5是反對的 但是甚至50 但是我們的解讀應該是從不同的方向 因為ET Today的民調沒有排綠 沒有排綠 所以被他抽樣抽到的裡頭 我覺得起碼四成 三成多是綠的 如果是綠的 所以說綠不希望韓國瑜選 當然 這還用講 這你還要問 這個根本是一個不用問的問題 可是跟朱立倫比蔡英文也輸成這樣嗎 沒有說對手 希望對手 選一個最強的人來跟我對幹 所以你今天綠的 被ET Today抽樣的話 看一定是反對的 還有第二個 就是說藍營支持韓國瑜的人 也有一點不捨 除非不得已是不太希望他這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瑜如果去選 落選了 他回來還是高雄市長 他如果贏了 他總統 總統他不會特別照顧高雄市嗎 所以這個無論怎麼說來說去 對高雄市民沒有什麼傷害 但是今天這個民調 其實因為是第一次 韓國瑜有被擺進來 所做的 公開的 正式的 蘋果委託世新所做的民調 所以他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這個結果其實跟我們原先的預測 差不多了 就是朱立倫好像比預期中強了一點 柯文哲是在走下坡 我先很快的做個結論 今天如果沒有柯文哲 其實國民黨朱立倫也會贏 就夠用了 所以說就我們韓國瑜的選跟不選 可是國民黨又不一定是朱立倫 不 我要不要賭 我跟你賭一定是朱立倫 你一定是朱立倫 其他兩個人在等著 我跟你講 李彥均都在等著看好戲 我就跟著李彥均看好戲好了 這個一定是朱立倫 朱立倫也可以贏得很輕鬆 所以韓國瑜就是輕輕鬆鬆的 繼續做你的高雄市長 沒問題 現在問題是在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選 因為如果柯文哲選了 那韓國瑜跟柯文哲的這個margin 這個落差比較大 大到第一 讓你放心 第二 就同時舉行的 立法委員的選舉 國民黨的席次會比較好看 如果是朱立倫 他也許贏的這個落差比較小 所以席次就會比較低 所以不管怎麼講 還是韓國瑜比較讓人家放心 但是現在問題是 柯文哲會選嗎 我認為 我認為柯文哲不選 這個剛才全國 我恐怕是第一個這麼講的 你斬定截截說他不選 你跟你的會意見不一樣 而且是在櫃台櫃節目 首先講的 那你是不是扶樓命格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本人向來不明信 什麼命 我也反對向命 有信念王世堅又要跳海了 他說蔡英文連任 他就跳海給大家看 我也反對韓國瑜的 什麼向命一條街 我也相信這些東西的 我跟你講 今天從陳思雨大敗那一天開始 我就講柯文哲要選的 這種意志往下降 為什麼 很簡單的 一個小小的陳思雨 就打敗他了 不 你看他選完以後 他說要阻擋 他阻擋有動作嗎 沒有任何風聲 你看人家說 只聽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 看人不下來 樓梯也沒響 連一個動作都沒有 所以阻擋無聲無聲無息 第一點 第二點 他本來說要一日雙城 對不對 我那一天 陳思雨大敗的那一天 我就講 柯文哲恐怕連擠腳踏車的力氣 都沒有了 現在還是要擠 不不不 為了慶祝228他要擠腳踏車 你到底是故意裝 他有中間做高鐵 你是故意裝不懂 還是沒有好好去分析 他從一日雙城變成一日四城 一日四城 而且這個一日四城是頭部 是你看他因為是228 在中央有慶典 他要從 紀念日 對 紀念跟慶典不一樣的 紀念日 我收回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紀念日 對 口誤 對 受難的人是不敬 我跟你講 他是從台北 要騎車到新竹 然後坐高鐵回台北 參加了紀念日的紀念會以後 他又要坐高鐵 這次理論上講 他應該坐到新竹 然後從新竹騎下去 對不對 這個都不應該 因為這個有休息了 他不是 他參加紀念日的大會以後 他要坐高鐵 他要一路坐到台南 然後從台南 你說有敷衍了事的嫌疑 騎車到高雄 我請問大家 台北到新竹的距離 加台南到高雄的距離 這兩個距離加起來 有全程的三分之一嗎 沒有 所以他投機沒狗 他就是那個要騎車的意志力 還有他對這個騎車意志雙城 所能夠引起來大家的注意力 沒有信心了 他怕大家不直播他了 沒有信心了 大家同意對不對 大家如果沒有債你也騎得太辛苦 對不對 騎得 騎得你聽不懂 沒有人要插頭對不對 第三點更重要的 你想以前人家問到 你到底選不選 你說沒關係 六月才來問我 六月才來問我 這次他說take easy 這次改成英文 take easy 就是登記那一天 有登記就是選不登記就沒選 好 那我請問大家 登記是哪一天 登記大概在十月左右 十月多 從六月來問我 到十月看我有沒有登記 這其中三個多有 這三個多有哪一個候選人 完全沒有動作 然後在十月那天我去登記 你真的沒有動作 從六月開始 他要連署他一定有動作 他要連署才能登記 對 現在你六月來問我 可是他說該準備就要準備 他現在從六月來問我 都不講了 就要看他登記 所以這代表什麼 當然他也有很多動作 但是為什麼要把他推到 登記那一天 氣是沒了 所以他現在他的內心 裡面不會看柯碧 會被他糊弄 柯碧就是一段連署的 你要去給他那署的平均 你就覺得說把他帶你一一洗 柯碧要從小地方 去看他內心優微的一面 所以你的意思說 這個民調前面兩個不用看 因為不會有柯文哲 對 我覺得柯文哲 不選的可能性非常大 這樣韓國瑜也不用出來 當然我已經講過 我剛才你都好 我再重複說 把市長做好 對 柯文哲目前人氣的確在下墜 因為他目前來說的話 你看所有的版面當中 都是韓國瑜跟小營 韓國瑜跟黃崇燕 就是韓國瑜跟輔月 你不覺得柯文哲這段時間 完全被邊緣化了嗎 完全沒有柯文哲 所以他才不斷的接受一些 媒體的一些訪問 專訪 還有一些透過一些網紅 其實柯文哲只要是在 網路上被邊緣化 他的人氣就代表下滑 我同意剛剛大佬所提到的 如果你一個一日雙游 或者一日四塔的話 雙城沒有人去看的話 那個整個騎車的一個人氣 可能十天都騎不完 對 那個 motivation沒有的話 那是很累很累的 所以柯文哲一定完全 完全看得出來他真的是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說整個韓國瑜的氣勢 府院再不斷把韓國瑜的 這個聲量再打到高點 柯文哲真的已經被out的時候 他真的要不要出來選 他會陷入一個很大的一個長考 但是我還必須要說 剛剛俊澤有提到說 他目前認為小營總統 是最低點 小營總統今天說民調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我必須要說民調是一個科學數據 民調就是在反映你的人心 不是嗎 這個邏輯才是正確 民調是反映你的人心 人心不是會透過民調 怎麼這麼多人 對民調都有誤解 對 這不是 民調就反映你的人心 你的人心就是顯示出 你現在目前為止 對蔡英文總統的整個的施政 是覺得非常的不滿意的 所以蔡總統他率先說 他要競選連任 我覺得在過去歷屆的總統當中 通常都是默默的就會連任的 沒有人會率先告訴他說 我要連任 這種連任 蔡總統為什麼會輪到這個地步 因為可能他認為美國人會挺他 他也認為先講了 賴清德可能不好表態 他也先講了獨派大佬 可能對他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也從來沒有看過所謂的 要連任總統要自己出來講 都是被拱著的出來 所以可以看出蔡總統 他的一個危機意識 我今天也聽到 我的民進黨的立委特別提到 偷偷的講 蔡總統都已經宣布了 我說你們怎麼辦 他說 我們在思考 未來要掛扛棒的時候 到底是要怎麼掛會比較好 他們都認為把自己的照片 放美一點 獨立來掛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項 你看連他們的委員 都有一些的危機的一個意識 所以蔡總統率先的說法 他覺得他要克服很多的難關 要靠個人的意志 可是你這個個人意志 其實把一個國家的一個想法 包括你自己民進黨 很多人都已經陷入一個 非常困擾的一個意志 我覺得蔡總統目前他這樣說 沒有人可以阻擋到他 正為國民黨員 我們樂觀其成 希望蔡總統大膽的代表 民進黨出來選 至於我們是韓國瑜或是朱立倫 你很顯然看得出來 如果我贊成大佬所提到的 如果沒有柯文哲 韓國瑜真的 要培養一個政治人物 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都愛韓國瑜 但是我們希望他長長久久 如果這一場 不要有柯文的最愛攪局 我們說實在的 國民黨派一個透過民調 透過我們黨內初選勝算的人 對付蔡英文 說實在的 民調看得出來 綽綽有餘了